水費潛水 那我們今天要挑戰什麼運動啊 我們要挑戰的是水費潛水 水費 水費潛水 就是我們會背著氣瓶 然後嘴巴咬著呼吸器 在水裡面導覽的活動這樣 喔 所以它不是浮潛 對 它跟浮潛不太一樣 可是我連浮潛都沒有浮過也可以玩嗎 可以啊 你只要會用嘴巴呼吸 喔 那我們今天沒有什麼挑戰的目標 我們的目標就是 只要你們能夠順利的下潛 到一定的深度 然後看魚玩水 基本上就可以了 這麼簡單 因為有些人下不去 真的喔 好 那我們就趕快走吧 好 出發 下水前呢會有一個小小的簡單的課程 我們的裝備 我們都叫它氣瓶啦 這個叫做我們的浮力控制背心 它可以控制我們在水中所的浮力狀態 可以浮在水面上 可以沉到水底 這個東西我們叫低壓軟管 紅色這個按鈕按下去 開始沖氣 我們就會剛開始先浮在水面上 先適應一下呼吸 這邊有一個灰色的按鈕按下去 那氣會從這邊放掉 這時候就會開始慢慢的往下沉 二極頭 簡單來講就是我們在 水面呼吸要咬的東西 潛水技巧的部分 就是有三個口訣 阿 依 嗚 阿的時候呢嘴巴打開 阿 然後這個放進來 依的時候鴨翅咬著 依 嗚的時候整個嘴唇包起來 呼吸的訣竅就是深吸慢吐 吸氣 呼氣 呼氣 那接下來呢要講的是排水的技巧 二極頭排水有分兩種排水的方式 第一個就是 第二個就是呢 我們每個二極頭中間 都有一個按鈕 然後輕輕壓 嗯 輕輕壓不要壓太壓力了 太壓力會 對對對就像這樣 這面筋進水其實是 潛水最常見的一個狀況 像我這樣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風險 就是因為我們用鼻子裡面的氣 把水帶出去 那這是面筋排水的方法 手勢第一個就是 OK 當我比OK的時候 我在問你們有沒有問題 如果你們沒問題的話 會有一個OK 那第二個是 有問題 接下來呢是 上升 相反的就是 下潛 停 就是停的手勢 最後一個部分呢 就是水裡面的安全注意事項 不管怎麼樣 都不要碰海裡面的東西 第一個我們的皮膚是非常敏感的 第二個是 海裡面的生物可能都會有一點多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要保護水裡面的生態 還有就是千萬不要把你 隨便把你們的二級頭 跟你們的面筋打開 如果你想上來就比上升 那我會帶你上來 你比越快我就知道你越想上升 OK齁 那看你們兩個的狀況 如果狀況比較好的話 我們可以往東南方的地方 就是切到那個衛魚區那邊 好 OK嗎? OK 那準備下去囉 出發 看啦 就算了 那邊 燃光 很細心 所以要不要走 有了 沖在水裡面的感覺怎麼樣 好玩 真的是一個很 可以讓你心情很平靜的運動 所以我們有挑戰成功嗎 有啦 因為其實 第一次來講 尤其是剛才有什麼狀況 就是可能下不太去 但是後來就是習慣之後 就一直往下往下 甚至我們到七八平看的 很多魚啊 恭喜 耶 中了 那大家下次想要看我們挑戰什麼運動呢 可以在下面留言 記得幫我們在這個影片點個讚 還要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喔 掰掰